本期视频带大家去夯拍惠州西站以及它的周边地带 惠州西站历史上曾经是惠州站 但是现在已经没什么存在感了 不过这里的地理位置不错 旁边就是红花湖和高宝山景区 离植物园以及西湖也都不远 惠州西站目前只承担货运功能 客运功能已经完全停止了 后面我们就惠州西站以及它周围环境 包括楼盘景区等进行一次航拍盘点 首先是惠州西站左侧这边 也是它的西边 这里有一个新楼盘 名字叫高榜新城 接下来是画面的正下方 这里出现的一个小楼盘 名字叫西城公馆 这个小楼盘也是离西站非常近的楼盘了 西站前面这条主路名字叫贡连路 然后我们沿着西站前面这条主路一路向东飞 首先旁边就有一个相对大的楼盘 是高榜山一号 然后过了高榜山一号 旁边的这个小楼盘叫做明家花园 在明家花园再过来 这边有一个小学 是惠州区第25小学 从小学继续望东 这边有一个大楼盘 名字叫深夜西湖山里 这个楼盘已经建成了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在建工地 然后在它的后面 有一个小高层的小楼盘 叫做惠山居 然后我们换个视角继续向东飞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十字路口 这条十字路口分别连接着三环西路 新连路 贡连路 以及再见的新连北路 然后正前方路两边有两个楼盘 分别叫做金会花亭和金榜玉景园 金榜玉景园后面的这一片山头 就是惠州市植物园了 我之前拍过视频 然后远处是西湖 更远处的那片高楼区 就是江北中心区了 然后我们向新连北路这边看一下情况 首先是右边 这里有一所学校 是惠州市第四中学 然后我们继续向北 看一下正在施工的新连北路建设情况 这条路主体基本已经完工了 但是还没有正式通车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飞过来的贡连路方向 看一下刚才没有排到的路对面的情况 这边还有三个小楼盘 其中最显眼 中间这个白色合围布局的楼盘 名字叫星河坊 然后在星河坊的右边 这里有两个小楼盘 分别叫附近新群府 以及创城高清华府 这么小的楼盘还分两个 估计是很久以前造的了 然后在它旁边 这里有一个在京工地 但是我查不到名字 如果有了解当地情况的 欢迎提供信息 然后我们沿着新连路 向东南方向看一下 这边有两个相对大的楼盘 另外惠城区政府以及一些行政单位也在这条路边 还有就是高榜山景区的大门也在这边 然后新连路边 这两个楼盘的名字 分别是金榜花园 以及规模比较大的国华湖畔新城 这样惠州西站的周围环境 我们就基本介绍完了 后面我们用倒飞视角 看一下西湖 还有江北中心区的方向 这里的景色还是不错的 然后在倒飞视角 看一下新连路那边 远处的麦地 以及东平半岛的方向 这里都是以前老汇城的核心区了 然后回到路口 我们再看一下路口这里的这两个楼盘 分别是金会花园 以及金榜预警园 顺便也再远眺一下西湖 以及江北中心区的方向 到这里本期视频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都能看到这儿了 就帮忙点个赞吧 视频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就在沿着山欢西路这边 朝植物园的方向看一下 应该说在广东的众多城市里 惠州其实是自然和地理条件 相当出众的一个城市 惠州的山和湖海资源都非常丰富 自然环境优越 所以惠州被称作移居之城 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转发评论 关注作者 谢谢大家